你好 美女 你好 你就是相亲那个吗 对 我就是相亲的那个 怎么样 你觉得我 我觉得可以啊 但是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个二婚的 然后有两个孩子跟着我 两个孩子跟着你 如果这些你都不介意的话 那我们可以试试 然后我也不要什么彩礼 车子 房子 什么都不要 彩礼 车子 房子 什么都不要啊 只要你不介意我是二婚 带孩子就行 有两个孩子 那两个孩子要跟着你一起过去生活吗 要过去啊 那如果我只有住房子住啊 这种也不介意是吧 那也没事 这两个小孩没事的 他们两个读书我也去上班的 你也能上班赚钱的 所以你不用怕这些 那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啊 我不要 因为我是二婚又带孩子 现在都怕嫁不出去啊 那挺好玩 我觉得 那二婚带两个孩子我也不介意 反正你什么都不要 那我们就先试试 对可以先试试 啊 先试试 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 去吃点东西啊 啊 现在 那也可以 给到吃东西的时间 那叫你小孩一起吧 那我就叫你在这里等我啊 嗯嗯好 哎美女 你点的是多少钱的呀 我点的是128豆专的 因为我们人多嘛 我怕不够吃 你怕不够吃 点一个28 那个挺贵的嘛 还好吧 你看我们四个人啊 但是你两个娃吃不了多少啊 就哪个娃 他们没吃过 可能吃的会比较多啊 他们没吃过吃的比较多啊 嗯 那128能吃的完吗 吃不完我们打包回家嘛 打包回家 他们饿了可以继续吃 你看那里有宝宝套餐啊 就才16块钱哎 对不对 你有两个宝宝 你给他们点两个宝宝套餐就行了嘛 然后你呢 就随便点一个 你要特贵套餐那个 也很便宜啊 你怎么点 那我们也要吃啊 但是怎么点到128 这太贵了吧 这也贵啊 对我我条件不太行啊 我主要是 我都没吃过 你就来来吃这个啊 要我请你吃这个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吃了呀 是不是啊 我点都点了也对不了了 人家都开始做了 嗯 是是我都没吃过 嗯 那就先吃着试一下吧 嗯 要到没有啊 还没有 多少号啊 590多号吧 590号 看一下多少号啊 590号啊 马上就到了啊 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 只不过呢 可以 有两个号啊 那重新开始就行了吗 你有两个号啊 没事啊 有两个号没事了 不影响啊 你多少岁了呀今年 我33岁了 33岁 带两个号啊 嗯 你长得还是挺好看的 是吧 我保养的好 好像有点不够 要不然我们再点一份吧 就是有点不够啊 你看我小孩都不够吃了 这吃了挺厉害的嘛 那小孩 那他们没吃过嘛 可是 今天晚上也喜欢吃啊 可是这东西有点贵啊 你点了都128了 我跟你讲这个 我们点的这个套餐啊 都是200多的 今天做活动才100多 很划算的啊 我再去点一份啊 啊这么贵 他们都不够吃了 你还要点啊 这小孩喜欢吃吗 我去点了啊 你还要点什么 就点原来这个套餐啊 啊 那 那我我都没多少钱了 你这点 我我找不住啊 那我点别的行不行吗 点一只鸡啊什么的 那太贵了吧 我觉得128都不够吃 你还还想点呢 我 哎呀 我们太久没吃这个了 而我自己吃 所以要吃很多啊 哦 那只吃的 吃的还挺挺厉害的嘛 怎么样嘛 可不可以点 我觉得吃这东西 还不如去吃饭呢 饭没有这个好吃 你觉得很好吃啊 我也觉得好吃 你觉得怎么样嘛 我觉得太贵了 还是不要点了吧 我想点一只鸡 然后还点汉堡 我看一下鸡块啊 还有什么 我想里面的东西 我都点一遍 太饿了 你想里面的东西 你都要点一遍啊 吃不完可以打包啊 那我真的真的不就 我觉得啊 我我先去上厕所啊 你去上厕所 对对对 那我点等你啊 啊随便 随便你啊 我出去一下啊 好 那你回来不起来啊 好 好 好 不敢回去了 不敢回去了 我怕了怕了怕了 遇到这样子的女人 真的怕了 因为她消费啊 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什么汉堡啊 吃了 吃都吃不剩了 她那两个小孩 嗯 不敢不敢要啊 他带着两个小孩了 不敢乱